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你就不是,你唯有就是走 這個是非常痛苦的結論 所以有時候,如果政府只要做些事情 給一塊糞便,有多少糖的糞便 總比你連糞便,多少糞便,你連糖都不下 當然有人說,你慢慢慢慢就麻痺了 你就沒有了反抗意志,信不信? 其實,我想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尤其是你從小到大,你那種價值呢 你是很難扭轉的,不是那麼容易 如果你的價值那麼容易扭轉的 你就不要跟我說價值這兩個字 好了,這些呢,我一看,我就不講那麼長 我就真的覺得,你真的沒有話好說 真的那麼聰明,當然,開會,大家吹一下水 拿一些idea出來,是沒什麼所謂的 但是,有時候都要用一下腦 話說,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就提出香港無處不履由 於是,荃灣區議局昨天開會 跟文化學漢獲委員會 就說,我們因為要配合,這些就是不契敵 配合夏寶龍主任提出香港無處不旅遊的概念 我們在區內都要搞一些旅遊景點 做多一些工作的,於是有人提議 在海旁裏又找一些燈飾 又說有個什麼想法,我也不知道 有個什麼叮噹象 我也不知道什麼叮噹象 又說,有些人說,不如不是 要去曼尼水庫又搞什麼 有些人說,大家都覺出意見 那些你說開會吹水 我覺得真的沒什麼所謂 第一,你們這些人是不是真的會做得到呢 我就很懷疑,一吹水 你們這些人,好不好 但是也不至於這樣 有一個委任區議員 叫黃淑芬 黃淑芬是什麼人來的呢 原來他是這個 路德會聖十家學校的校長 原來是製教職來的 教會學校的校長 難怪會提出這些事情 他說什麼呢 他說呢,我在宣傳方面有個想法 他說呢,除了要吸引區內的市民和遊客 區內的市民才能吸引到我也很懷疑 他說,可以鼓勵小學生 或者中學生 透過遊覽和探索古蹟 學習歷史文化 加強對社區認識 甚至乎 他建議呢,可以辦一些道想團 教一些小朋友 教一些中學生 做KOL 由他們去介紹 在那裏 授人耳語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無論如何授人耳語 他們去介紹 荃灣的古蹟等等 給他們 給區內的居民 所以老實說 你猜真的想得閒嗎 你去做 你不要說就說 我記得當日有些小學生 中學生 自願 小學生都說 他們做記者 你們又說 受人煽動 記者不是專業記者 這樣那樣 他說現在 就叫小學生 中學生 我真是 我真是不明白 如果你說他們主動 你吹一下水 同工學 KOL 還有 叫你做導遊 OK的 什麼叫KOL 你知不知道 關什麼事情 不要搞搞一些學生 有空 有空 你真是 驗考試 我真是 你不想移民都不行 這麼多東西要學 只是國民教育 各樣各樣 然後到中心 又說要 保護自己 不要靈性行為 打羽毛球 現在如果在荃灣 你還要兩行救 分分鐘還要做 你那些領隊 你真是瘋狂善的嗎 你那是 喂 那怎麼買保險 很多東西要揭 那當然 都用一下腦 大佬 Bringstorm 都用一下腦 好了 另外 這一單我們要先講一下 有個大陸的所謂網紅 去到尖沙咀 有一對新人結婚 OK 他呢 就進去直播 還要吃完 吃到 喂 吃到人家出粉麵 他才走 這麼想吃 這麼想吃 還未見相分 好了 看 根據網上影片顯示 上個月有一對新人 在尖沙咀 酒店裡擺 五間婚宴 其間有一個粗普通話 年輕女子參加婚宴 入場之後 坐近大門 和姐妹坐在一台 不斷拍照 和進行直播 和旁邊另一個賓客 遼天 還介紹他的直播工具 和交換離訓 OK 之後呢 未吃到泛紅麵 就遲少離開 未吃到泛黃麵 基本上就吃了一整個餐 那麼飽 什麼魚啊 雞啊 那些都吃了一整 好了 由於現場沒有人認識 婚宴第二天 有親友告訴新人 懷疑他潛進來吃 爆黃餐 事後新人呢 在抖音發現 這個女子 將他婚宴過程 全數放上網 影片裡面呢 還大膽鮑魚 乳豬 喝紅酒 連新人的浪漫誓言 他都全數拍低 好了 事件一出呢 引起很多網民關注 網民發覺那個女子IP 是屬於河南 這個零譜的 平日呢 是拍攝 旅遊美食 和美妝短片為主 事發後 好多人 湧入去 這個是大陸網民 不是香港 說他為博流量 毫無底線 好了 不久之後呢 他呢 就將那些婚宴片下架 好了 之後呢 他又再上傳回影片 OK 好了 他說當日是有朋友 帶他出席那些婚宴 所以不需要道歉 同時 又釋出相關聊天紀錄解釋 即是他跟那個朋友的聊天紀錄 有沒有被人吃 不久後又傳訴下架 他說現在只不過是 因為遺免引起爭端 就會保持沉默 OK 他呢 就會刪除了 他說 批評他的言論 現在呢 現在呢 平台裏面大部份留言都刪除了 當然刪除了 因為大家都要吵架他 首先呢 有沒有朋友帶他進去 作出來的 OK 我完全不會覺得他一定是作 但我們要分析一下這件事先 嗯 嗯 如果朋友帶他進去呢 首先就是想香港人請我去喝 嗯 我就算有個朋友 說想他去喝一份 都要問一下主人家的啊 因為他還沒喝過 就是香港酒 是的 你是不是一定會通知主人家問一下他先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呢 尤其是現在呢 很多時候呢 都是忌忌的 嗯 即是主人家 因為現在不同以前 現在有時候呢 真是給你貼貼 你吃威精 你來不來 我們都會說 我會來 或者不會來 為什麼呢 讓人家很遷就 以前我們是這樣的 嗯 擺二十圍 其實酒樓都有幾位 給你 即是加減幾位 來酒棧的 但是準確一點 有時候想 即是有些人要安排 那些坐桌的位置 好想到東西的嘛 現在 OK 他都會問 有沒有朋友會帶他去 不問呢 喏 我當有 但現在這件事搞到這樣 為什麼朋友不出來呢 你朋友坐在哪裡 是啊 那個朋友坐在哪裡 還有那個朋友為什麼不出來呢 你說他將他跟朋友聊天紀錄 我沒有看 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可以立刻作一些聊天紀錄出來 真的都可以的 沒有意思的 他不是拿了一條兒子的微信嗎 那條兒子也不奇怪 假裝是朋友 你說 坦白說 你為了薄留糧 進去那裡吃一餐 首先 你有沒有做人情 這個也是問題 你說又沒有 第二 人家這麼容易 為什麼會這麼容易被突破到呢 正常來說 你一進去 他有個reception 這樣的事情 小姐 你是男家女家 你會說的 但是 你忙中有錯 或者你說國語 有時候 你看醫生走下去 人家就很難捉住你 人家很難捉住你 人家都不好意思 有時候你reception 有很多人出席 有些人招呼 有時候 男家以為是女家 女家 女家以為是男家 過去這些笑話 在七十年代 有些人叫我去 騙飲騙食 是有出現的 但是近幾十年的調 你都不想吃 你想想 這麼多兄弟子們 我以為 寶就登記了 不是啊 而且你始終 都是來做兄弟姊妹 來做 安排這些 你總不能夠 你不會叫 你病醫保安 越看越不對勁 姑娘 給人情你 不要說姑娘 小姐 你剛才看到 你好像沒有報道 沒有給人情 你是不是白狀 你不會這樣 別說博打 別說博打 原來人家真的不知道 是誰的 就尷尬 這樣 對 老實說 你現在這樣下架法 其實已經很清楚了 你問我 要不是什麼下架 你的朋友 但是 好了 那些人其實說 你道歉都算了 你不喝都喝了 不存在道歉 老實說 你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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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沒有東西 做得那麼緊 個個都做這些 你不要以為 很好做 有些人是做到 一億聲 但有些人 一個月來一百元 都找不到 因為你真的讓人看 才行 所以就各出其謀 但是你說 出其謀 出到來喝 我們先看照片 他還要大喝紅酒 你老實說 有個這樣的女生 你很難想像她是白狀 是嗎 因為你覺得 你年輕 沒有理由白狀 作為白狀 有些工作人員 對 甚至是姐妹 她也穿得OK的 像是她這樣喝的 老實說 你說這樣看 這女生都是吃得到的 這樣說 做雞 做雞就好好的 他都拍了 吃夠人的鮑魚 吃夠人的鮑魚 老實說 我稍後請個鮑魚大王 來和大家見面 去學一下真 我不用吃 我只看罐頭鮑魚 當然 他都扣一扣 那些汁很像 於是深色了 但是你也不能要求那麼多 說真的 去喝 我都要別人的場地 好了 下一張 這一個 就是 嘩 皮圖是這樣的 這個是不是皮圖 我不知道別人的CAP出來 但是它應該不是皮圖 是直接鏡頭 已經是 就是鏡頭一拍下去 就已經是改了 真的可能很肥 就是 剛才第一張那張照片 是不是他自己出的 都是他自己出的 他自己出的 普靈克我的沒有陌生人 反倒是同靈的身邊人 相反我請你們吃過飯 有一次認識見識人性 我都不知道怎麼這麼想 笑你了 anyway 笑你了 85元 這樣就不行 我不要理會 他有沒有 真的披到 披之前 就當是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四五個水 你給他的 北海街那些 是啊 差不多 幾個水 北海街都不行了 150元 好 回來 那內地超市 又有一間新開 叫做Hotmax OK 公廣說很便宜 一個月會開三間 點 那見到他 根據網友說 他有很多產品 是香港版 也有 大陸版 也有 那些網友說 大陸版也不要緊要 都信他 QC這樣說 那 那 有些五元一瓶的 本地貨 什麼烏龍茶 兩元罐可樂 那些 那些 有人就說 看來 衛康超市 百佳超市 百佳超市 就不可以做了 百佳衛康 那目七記者就說 牆內 其實大部分 都仍然是內地品牌的商品 那 有七八成都是的 那 那 其實呢 本地商品呢 本地版的 不多 那 那 我也是不知道 你說什麼 洗黑錢那些 我不會理住 我又跟大家說 我看他熬得多久 就是很多 過光龍呢 想著 尤其是中國人 沒有理由的 人家做得到 我做不到 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做得到 你做不到的 你說不要聽 我不講 不要講哪裏 例如南非 我1995年去過 1995年的南非 是曼德拉剛剛放出來 他做了總統 我都不肯定 好像做了 但是那時候 雖然 那時候還是大和解時代話 經濟相當不錯 起碼我在印象之中 我們很安全 我自己一個人 周圍插著牛煙 那你後來 幾十年過去了 黑人當家作主 就是 經常說 張相本 無種男兒 當自強 但是你 你回答我 你告訴我 究竟 你 在這個大航海時代之後 充滿著 殖民主 的非洲人民 是過得安樂一些 還是現在呢 落當家作主 所以有些事情 真的沒得說 中國人就是這樣 如果你覺得自己很有型 下來香港開 你除了你 我撇開你 賺錢 你為什麼要下來香港開 還有他怎麼捱 你的租 你問你首先 為什麼要下來香港開 老實說 唯一一樣東西就是 如果現在香港還有 好像以前那樣 是認為世界的三大都市 於是乎 那些產品 在香港 開發 是一件事來的 那時候 譬如 我不要說PSF 甚至是LV 這個產品 有時候 甚至乎 歐洲都未出的 尤其是在日本 在Tokyo Hong Kong 第一個 那個 秋季的展覽 是會的 因為為什麼 這兩個是 亞洲是定級城市的 那現在是不是 當你還覺得是 於是你覺得 無論如何 都要來香港搞 好了 你買水貨 賣水貨 是可以的 賣水貨是可以的 大陸版的水貨 因為根據網民 說這些是 信得過去的QC 即是那些大廠 譬如黑牙膏 那樣 你可樂都可以賣水貨 首先就是我 會在那裡想 譬如可樂這一類的公司 如果你在那裡 繼續賣水貨 水貨在香港不是犯法 大批這樣賣的話 香港那個行 香港的QC 會不會 喂 會有意見呢 或者反正給大陸 我不知道 他分中是同一個 同一個公司 可能是新太古 可能大陸都是他們做的 我不知道 好了 就算是 你那個 產品的售價便宜了 因為它來發價便宜 其實你的銀碼 就做小了生意 息息的力量 相當大 我又不覺得是相當大 畢竟你不會開到 像百佳慧康那樣 短期內 你那個毛利 足不足以 在香港給香港人的薪金 或者你大陸 你請外流都好 去香港生活給他多些 還有那個租金 所以呢 有些網上說 看來 你百佳慧康都不得了 不會 我看這些 我看他開得多少間 阿信 後來都不得了 都不得了 是吧 還有阿信 香港都還 經濟不太差 現在是百佳慧康 你搞 死哪行 真的搞哪行死哪行 你沒得談 你真是 你真是不懂得說 現在正道 外面的事 好了 講完這一宗 你們兩個人 這些真是離譜 做了幾十年了 毛排中醫七十幾歲了 唯一名稱 幼胸狼腫的女病人治療 在背部針灸 誰知是刺穿了傷肺 令他氣凶死了 好了 那麼 法官 黎遠基批評被告 沒有接受過正式訓練 就毛排行醫危害病人 女士主喊痛你都不停 亦都沒有確保他安全 違背了他對病人的信任 判他入獄六年 雖然他是七十幾歲 雖然 他是認罪 但你問我 你在毛排行醫 這樣刺死人判六年呢 我覺得真是太難聽 即使他七十幾歲都好 被告文達人 承認一項誤殺 和三項未經註冊執業罪 或在2020年10月20日 誤殺當時55歲 這麼年輕的女士主 被判在高等法院承認誤殺 和毛排行醫 就判了六年 辯方求情說 被告在大陸出生 讀到中老 31歲的時候 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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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歲 即是說 十七八九歲的時候 人生最精彩的時候 就是正正的文革 OK 能夠到中六都算是這樣的 但那是甚麼中六呢 他年輕的時候 曾經跟父親加入軍隊 他在十年期間 原來在軍隊十年 他協助軍衣行醫 在那個階段 就學到一些中醫知識 來港之後 一直沒有排行醫 特區政府立法規管之後 都沒有考取中醫牌照 這個就很奇妙了 那麼多年都不考牌一次 他1979年來到香港 一直是行醫 OK 那你去到 規中醫規管大約 我想是十多年前 即是五十多六十歲 那時候 甚至乎我所知道 如果你證明到 你能夠不知道 哪年哪年開始 已經是做中醫的話 甚至乎是免試 就拿牌照 我沒有記錯 或者有些事要考 但如果你真的 因為那時候五十多六十歲 你雖然年紀大了 你還是要考的 是吧 你下來這麼多年 終於有機會讓你們考 你不去考 你不能怪的 OK 好了 安程說 地局並非註冊中醫 2020年10月 郭氏夫婦 OK 經朋友介紹 就向被告尋求針咎治療 就改善郭先生的腰痛 和郭太太 右手麻痺的問題 第一次針咎治療的時候 被告就說 郭先生的腰痛 因為神經腺受壓 所以就用三寸長的針 在他的背上 一共刺了六十針 但是呢 郭先生的背部 同一時間 就是這樣 六十東西 或者不同的針 當然他有流血 流血的時候 這個被告就會用棉花球 跟他拆了血液 我也有吃過針咎 有沒有流血 最少沒有 我那次真的沒有 我見到有人流血 我那次就沒有 好笑 好 期間 被告呢 是會 來回移動 郭先生身上的針 我上次針咎 好像給電一樣 OK 那 郭先生感到十分痛楚 被告就說 痛就正常 其實十分痛楚 就有些奇怪 好了 跟著呢 郭太呢 接受相類似的針咎治療 不過他就不覺得痛 治療完結之後呢 他們 郭先生和郭太呢 就向被告給了一百百元賺金 兩岸都一百百元就不貴了 郭氏夫婦事後感到 針咎十分有效 他們是覺得有效的 於是乎呢 之後再兩度 去找被告針咎 好了 在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號治療之後呢 刺完了 OK 郭太就和郭先生表示 覺得那個胸口有點痛 但是呢 休息了十五分鐘之後呢 又沒有什麼 於是乎就沒有去看醫生 這個是十二三號 到同月的十二日傍晚呢 OK 郭先生說他老婆 那個右胸呢 有個狼腫十幾年 希望被告能夠 治癒那個狼腫 結果就說 蛤 有個狼腫十幾年有右胸 我不會在那個胸口上面撕針 會在他的背脊裡面撕針 我就不知那些 那些經絡那些怎麼走 是不奇怪的 譬如我那時候說 譬如這樣說 我現在亂說 嗯 腰痛 哦 刺腳的 背痛 哦 刺手 就是這樣 不是一定說你那個痛的 骨頭 好了 他說他背部撕針 期間呢 很忍得痛 很少叫痛的 郭太就說 很痛啊很痛啊 要求停止 但是被告就說 情況正常的 一陣拍胸就可以沒那麼痛了 於是乎 郭太就同意繼續撕針 但是五分鐘後呢 因為實在太痛了 就叫停了針狗 事後呢 郭太呢 感覺到呼吸困難 OK 回家呢 郭先生和他們兩個 他們的兒子呢 見到他說面色蒼白 嘴唇發指 咦 轉一刻 立即和他叫白車 同日晚上 郭太呢 11點呢 就在醫院被證實死亡 死因是由背部 穿透性損傷 以至同時兩側 自發性氣胸 即是說 撕針就是刺穿了肺 屌你了 你沒有牌都不是沒有常識的 是吧 好了 被告翌日被捕 警方在家裏呢 就搜出千多支針灸針 被告在警界下透露 那些針灸針呢 是他親友在廣州購買的 然後又寄他們去被告的家裏 其實就真的很神奇 OK 我沒有刺過背部 有的 但是你見到那麽長支針 有時候 這樣刺進去 你始終有些位 即是常識來的 不是說越不越位 就算你那個人真的越位也好 是會刺到那些五臟六腑 即是你就算沒有牌 但是做了幾十年 是的 當個病人喊到這麽痛的時候 因為平時很少喊痛的 郭太太 還有呢 他那種那麽痛 和你平時針灸的一般痛 其實是不同的 怎會正常呢 即是這條 即是這條 即是很少 很少 你有常識的 譬如這個 今來就是到廢 你指針這麽長 那你說幾個行李 好 休息一會 沒錯 我先把這個 也有目指釋 絕對